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中年就挺着个大肚子 酒色才气这个样子 就是在外面有爱观瞻 我呼吁这个国人 到了40岁 注意一下外形 不要看样子就出来 就好像你整天晚上就抛在卡拉OKVIP 妃人街谈生意 两边各一个小姐 这么一样的一个气质 您还别说 您这个观点 有些女性主义者会赞赏你了 现在中国有些女性主义就开始批评 就说是光让我们女的穿得好看 是吧 说你这种直男癌的Lotion美 直男癌的Lotion美 什么腰带上挂一串钥匙 你又骂那些上海姑娘去炮洋人 炮洋人都是女汉奸 那么男同胞为什么不先招着自己镜子 你有110的身家也没用 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陶老师今天听说这个台湾美女 韦杰在这里 特意的收起了肚子 真的 我这一上来就放一泡 对不起 您讲的这个确实跟这个男婚女爱 或者说是进一步到男婚女嫁 他有点联系 因为你看现在有的时候 结婚没结完 两口子成冤家 这样的传闻听到的非常多 最近网上又出来一段 说是从成都那边流出来的 说开始说这段视频长达1分18秒 就人们看了之后 今天中国网友我觉得有意思 普遍的表态胜过关心真相 所以有时候你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就是大家对事实 比如像你发表一通言论 陶老师你发表一通言论 大家似乎更关心的是 他讲的这个理跟我有没有共鸣 至于他讲的这个事实 没有什么人关心 所以咱先别说这个 咱先拿出这个所谓的这段视频 给大家看一下 婚礼是一件喜庆的事 在婚礼上 通常新郎都不敢开罪新娘 都是宠爱有加 但今日这场婚礼却显得有些愤外 就在婚车到来要下车的一会儿 新郎发火了 对新娘全打叫提 新郎拿了几十万彩礼 说好女方要陪彩礼的 可是婚礼当天 女方的陪嫁啥也没有 丈母娘全藏着给新娘的弟弟成婚用 这让新郎很是不爽 眼看着婚车到家了 新娘却不下车 有八千八的下车费 这下完全激怒了新郎 自个儿下车 上去直接把新娘拉了出来 今天网络谣言 我看别有用心 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的感觉 但是它实际上是为了挑起 好多所谓屌丝男 对你们这种 女生要彩礼 要拼金 要什么的攻击 所以这个视频一出来 人就骂了 说这家人卖女儿 太恶心了 几十万的彩礼 下车到了新郎家门口 还要八千八 下车钱 不给八千八 不肯下车 所以新郎发飙了 对着新娘 什么拳打脚踢 哪成想呢 完全是网络谣言 真像咱们红衣女子 就是他们两个 就是后来他们是出来开了 就是两个人接受访问 说根本没有这回事情 两个人早就已经讲好 什么彩礼什么什么 都是双方就说都不准备什么的 那新郎发火 原因是因为旁边的路边的民众 实在太多了 原本短短的时候 每个人都要要红包 要红包 这么两层级 都到两个人 还没有办法下车 一气之下 才把这个新娘这个拽下来 那你有种 你就打旁边的那些 你打自己老婆干嘛呢 不是他没打 他就是只是把他扒下来 他可能说的是 这个主婚车的司机 就说他说这个主婚车呀 旁边人一路就是要红包 要红包 然后到最后快下车的时候 说这个主婚车司机的老婆 还抱着孩子 拦着车门口 要红包 所以他就急了 然后他老婆当时是 他这媳妇手里捧着捧花 他没打 他就生气 可能把这个花扔一边了 但是传出去呢 完全是另外一个故事 他说你们现在网络上聊的 对我们夫妻 对我们家庭 造成了非常大的这个伤害 所以 陶老师 你对这个事 第一观感是什么 哎呀 这个我让我想起 这个佛家说六道轮回 六道呢 有上三道 天道 人道 阿修 罗道 下三道呢 就第一道就是要恶鬼道 人家这个新郎新娘啊 都是一路上去拜堂 你就一路上跟着这么多恶鬼要钱 好像七月十四那个鬼节一样 这也太难堪了吧 对 你是不是缺这个钱呢 今天我们国家 这个外汇超过三万亿美元 人均收入据说 早就超过你们小台湾 对不对 一千块钱 民主生活连续国家形式 那 而且是成都这大城市 这很有文化 天府自国 诸葛亮的故乡 这么一路子 这要钱啊 要吃的 要这个 要那个 这不像话 我不能说这个国 这个事情 反映了这个 很低档的国民素质 这可能 这个这些年啊 什么都讲经济效益 而且这种 本来这个闹闹洞房啊 晚晚新娘啊 就是把这个新郎送到洞房里头 就闹一阵子 现在近年有扩大化 有这个外向化的倾向 你觉得还是扩大了 我还以为应该是逐渐减少的这个趋势呢 前两年说是有过一个 把这个什么新伴娘啊 什么这个衣服都给脱光了 最后的伴娘都自杀好几次弄的 台湾人好像挺文明的 我觉得台湾在伴娘的身份上面 是属于就是跟新娘 站在同一个阵线的姐妹 比较像香港的那种姐妹团跟兄弟团 没有会二诊伴娘 通常只有二诊伴郎而已 而且我们也不会二诊新郎 我就问你台湾的现在的婚礼上 有没有最后闹得大家不开心的 不敢 因为台湾如果比如说迎娶 它是要算时辰的 所以他每个时间要干嘛 都是要算得很准 而且长辈都在 哪敢这种什么 又摸又拖又什么 不可能是 因为长辈应该直接就翻脸了吧 我们这个 我就跟你说 主要是这个观众和看客 又加上这个互联网 就是到底原始的事情是怎么回事 是另一件事情 我现在真的觉得 就是说这个大陆的这个互联网 这个网络谣言 而且就说这个网站造这个标题 咱现在都知道这个标题党 是吧 那就别 你比如说 咱们今天本来聊的别的个话题 但是陶杰老师说了一个词 叫女汉奸 我要是标题党 肯定把这期节目命名为 陶杰怒斥女汉奸 这可以 腾上 这流量就上去了 但是太缺德了 你知道现在中国就是说 就像陶杰说的 三万亿几万亿 但是呢 某些个媒体 某些个网站 包括我们节目在那 什么批评都得烧烂自己 我觉得怎么还是像穷疯了似的 我现在就觉得 那天我跟一个网站的 就是说 我说我们这个节目 你给人家弄这个标题 明摆着就是 就是伤害人家家庭 是传出去 就是黑人家 因为最后流传的 就是你这句标题啊 我说你穷疯了 就是说你们网站 为点点击率 哎 你要是非洲灾民 你不这么弄 你就饿死了 那你出去卖银 我也可以理解你 但是为什么 现在就有些 我觉得生活 没那么困难 可你至于你干的这种 下作的这种手段呢 简直是就是 就作恶了 因为现在点击率 太重要了 应道理 因为网评四评 都有商品 冠名赞助 赞助呢 他你下一档 要加他多少广告费呢 得要看那个 这个点击率 对不对 所以没办法 点击率啊 吸精率啊 这个呢 是面向市场的一个 一个必然的现象 那个新郎哥 刚才那也有责任 你既然知道 一路都有恶鬼 跟你要钱 就趁早把那五百块人民币 换成这个小的钱 一路上就杀出去 而且我为什么问你 这个台湾香港的 这个类似情况 因为我觉得 通过互联网一传啊 反正是内地的这个婚礼啊 经常闹的最后啊 乐极生悲 你包括那阵 有个明星结婚 你知道吗 也是一些女明星去 本来他们在玩 把这女明星扔到游泳池里 也不知道 人家可能是在玩 但是这个互联网上 一出来最后弄得又道歉 我觉得你办事的人家 你不尴尬吗 非常尴尬 弄得伴娘 但我觉得 有互联网的好事 就是说 因为这样子的事情 我们才可以看到 会去反思 就像这一次 比如说除了刚刚这个新郎新娘 这个被假冒子的事情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新娘 这个伴娘被乱摸这件事情 伴娘被乱摸这件事情 其实那个影片真的真的 你就是一般人看 就想说你们是怎样 你们就是明着 就是那种猥亵罪 就是已经是公开刑事犯罪 但也因为视频的传播 很多人就开始指责 那甚至是说 我觉得以后 大家知道这件事情 就是如果真的 以后当伴娘的时候 遇到这种色狼 你告诉他 把他带去抓起来 直接报警 你在我们那有的事件 到最后弄完了之后 这个伴娘被摸了一塌糊涂之后 最后搞出事情来了 然后伴娘还要替他说话 因为伴娘也要做人 觉得你看 大家都是朋友街坊 因为这么一个事情 弄得他进派出所了 所以现在愿意当伴娘 都是真姐妹来一下 伴娘 我觉得以后得穿铁内衣 到婚礼 然后穿高领什么的 这个里边 陶老师您就有学问 我得请教请教你这个问题 就是说 其实我一直就没闹清这件事 就是作为一个主持人 应该尊重这个公序良俗 对吧 尊重这个所在国 也就是自己祖国 是吧 这种文化 对吧 这种民俗 我可以尊重 可是实际上 作为我心里 还有一个小孩 就是指出这个国王新一的 那个小孩 我有很多问题 听起来非常幼稚 就是说 为什么婚礼要热闹 我就提出一个非常天真的问题 为什么我跟谁结婚 要让你们知道 因为 坦率说 如果照我真正的想法 我要不跟韦杰要结婚 我跟你说 谁我都不请 我们就偷偷摸摸领个证就完了 甚至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结婚是多么光荣的事吗 我觉得你们俩结婚 你们俩自己知道就行了 这是我心里那个小男孩的想法 可是 陶老师你说 这为什么要广为原知 要热闹 这个没办法 中国人那个孔孟伦理的文化来 父母之命 没作之言 一男一女结婚 不是你们两个的事 双方父母的事 因为要开支善业 白子千孙 还要的办的风风光光 不然没面子 对不对 这中国人就是一个婚礼 一个丧礼 就是办得非常有面子的 像你这个陶哥 你这个有一点的 就是说有一点的洋人的那种 小资产阶级思想 我以为结婚 要跑到什么拉斯维加斯 或者像这个罗密欧与朱利耶 找个小教堂 弄个神父 然后就当众的祝福就算了 这个你是为别人活的 为你父母活的 也是为父皇卫视的 听观众活的 也就是说 不是为跟你老婆 你自己活的 你知道吧 这叫大我 我还自私了 真的 小玩家 我都有一种要立正做好 想到原来我们不是为 我们太自私了 不可以这样子 有道理 就是太把注意力 集中在有限的小我 没有把这个小我 汇聚到人民群众 大我这种 是吧 然后不仅婚礼直播 洞房以后我也直播 对的 应该会被抓走 枪枪三元行广告之后见 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也是最近的这个新闻 你看6月8号西安网警巡查执法 是因为出来一个视频 两个男子夹着这个伴娘 对 摸胸 然后手都伸进去 然后一直在进行 一直在进行肉搏 你知道吗 然后最后发现公安局也管这个事 一看 现在把那两个都抓了 都抓了 但是就是说这个疑似伴娘的反应 令人尴尬 因为这个伴娘说 我们认识 我们认识 救救他们 对 我有一个小疑问 就是我可以理解 就是比如说在台湾 或在香港 都是比如说结婚的过程当中 要热闹 但是热闹跟猥胁 为什么可以画上等号 这个古以前的习俗 有规定说 一定要在婚到过程 吃伴郎伴娘豆腐吗 或是要吃新娘豆腐 有这件事吗 就是你知道 就是你知道什么叫一种叫什么人格 我最近爱听这个人说 当然现在屌丝这个词 好像都成了保义词了 代表这是广大群众的新生 广大群众 但是实际上 假如把这个屌丝这个词 作为一个贬义词的话 我现在就经常听见身边一些人说 说某些人 就是那种屌丝人格 他说什么叫屌丝人格 他说你看 他们甚至举一个例子 你看过那个魔戒吗 就是那个魔戒那个电影 魔戒那个电影有一个小怪物 就是那个 Groom 是不是叫Groom 就是那个浑身粘液 就是那种自贬自低 自己也不拿自己当人看 他说我后来我还觉得挺新鲜 我什么叫屌丝人格 他说你比如说 好像说我爱自嘲 对吧 说 哎呀 那个 我最近发现我变丑了 我发现我越长越丑了 自嘲对吧 正常的人呢 都会说 不会的 但是这个 这种屌丝人格的人呢 他好像那种啊 幸灾乐祸呀 就是那个 同高 不是 他一听 你说你说你变丑了 是啊 你赶紧就变丑了 你赶紧就变丑 他高兴 他真心的高兴 就是 你明白吗 就是 就是在人群当中 我现在发现很多人都跟我谈到 有一种人呢 就是那种下见到 下见到无聊 就是这种 自己也不拿自己当人看 就像我相信 徐子冬老师也说 说有一种人呢 就是说 瞧不起 瞧不起别人呢 也不大瞧得起自己 就是那种里外不是人的 有没有那么一种人 就是 比如说 赖不及其的婚礼上 跟人家这个 喝两杯黄汤 跟人家这个伴娘 你知不知道吗 就是 你说人群里有没有这么一种 成千上万 满坑穿古 就广直话讲 辣垒 扶上壁 就烂泥 扶上墙 因为现在这个 贫富贤熟的社会呢 我要给这吊师 说句 这个公道话 也不是每个小男人 像涛哥 您这样 我也是吊师 这么强大 有这么多的粉丝 就作为你 一一万万的 这个 这个粉丝呢 他这个存在很渺小 就跟一 比一条金虫都不如 那你不是啊 您是名人啊 所以呢 这个 这个吊师是把自己 那个平庸渺小的 这个命运啊 投射在一个 他要攻击的目标 身上 比方那个伴娘 虽然不是名人 但是你长得漂亮啊 长得青春啊 对不对 或者是 他以这个吊师自居 他觉得自己赖哈摸 吃不起的天鹅肉 好 今天就有这个 宝贵机会 啊 他 您讲的 对 您讲的这个 是千万条 金虫之一 好像是小人物 但是我使用的 这个词 我也是听来的啊 这个吊子人格呢 未必真的出现在 社会的底下层 有些个贪官 你看最后爆出来的 他强奸 他跟女下属之间 就是这种 赖不饥饥的 跟着女秘书 或者是 坐在汽车的 这个后座上 你知道吗 一喝两杯 小酒啊 到最后就跟这个女同事 撕了来 撕了去 这种 你说他社会地位低吗 他按说是官员呢 可是呢 他干出来的这种 这种无赖的这种事情 不少不再少啊 这种是比较特殊了 内心自卑 这个地位比较强大 但是内心呢 依然猥琐 非常的弱小 所以就造成这样的落差 你知道 就是在咱们的 我就说 中国啊 有很多人 我觉得都是有德的 咱们不能打击一大片 但是呢 是不是因为咱们毕竟 是从一个前现代国家 在过渡的过程中 我又觉得呢 永远这个社会里啊 有这么一部分人 咱们就觉得叫 没皮没脸 强人所难 比如说我认为什么叫 现代文明人 最基本的一条就是 懂得别人对你的拒绝吗 别人要不喝酒 你要尊重别人不喝酒 别人女孩子说 你不要再对我动手动脚 你就叫应该收手 我认为这是作为一个人 最基本的 但是我现在发现 中国社会有一少部分人 他们好像这种 哎你歪歪 他就跟你不分你我 他不知道你说不啊 他根本不知道的 你给面子就给我干了这杯 对对对 怎么竟是这么一些 对这好难拒绝 这怎么办呢 绑架别人 对啊 潜规则吗 这里头话里有话吗 知道吗 这中国人里头 这个三国演义 那里头的那种名争暗斗吗 瞪着你眼 你给我面子 赏脸 就请你干了这杯 这是邀请呢 还是威胁呢 威胁 威胁呢 你心里你自己明白 这面前这个兄弟 可能三年前 你跟他抢一个女朋友啊 被你抢到了 今天我们商城相逢啊 你得求我签这个合同啊 对不对 一桌子的人 其他都不知道 我跟你心里明白 对不对 很多是有这种权利关系 我觉得可能有时候 也是大家渊渊相报 你知道吗 在台湾就是 我们也会有 就是在那个 比如说婚宴场 有时候闹的时候 就比如说也会 比如说什么 我记得以前 为什么把酒倒到 女生的高跟鞋杯 叫新郎喝下去 但我后来发现呢 因为大家跑朋友 都这么一个 总是你今天结婚 明天可能就换你 后来大家就不大改 因为你今天整我 明天我就整你 会有一个记录下来 就说你上次整我怎么 我这叫整回去 我觉得可能 在过去因为累积了很多 都是这个样子 可能他们就会觉得说 这次换我报仇 或者换我来去做 这件事情的感觉 反正你包括这一点上 我觉得台湾人 也盖无能外 我认为这个是 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因为什么呢 我不是说老外就好 但是我发现 至少有一点 比如说我去英国 或者是跟当地 他们这个老外朋友玩 我发现他们 至少一个底线 是不会强人所难 你要早走 你就早走 他们都是很 照我浅薄的所知 只有咱们中国人会这样 怎么能走呢 不准走 就跟我玩到几点 然后就 都要偷跑 你知道 都要尿堂 你从那下 就然后赶快落 我们总有一种 强人所难的 交际行为在里面 我就要当一回汉奸 你得向洋人 日本人学习 日本人那个文化 是尽量避免 让不相识的人尴尬 尴尬 不要让人尴尬 人家这个酒不喝就不喝 他医生说有 他这个肝不好 就是不好 人家不让摸 就是不让摸 你现在跟国际接轨 对不对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自省 很多时候 有的时候 包括身边的很多朋友 按说人都是好人 我就发现 咱们也不知道 是不是中国人 这种家庭文化 就不拿自个当外人 你说我什么人 你在这什么拽着我 而且我还有个很大的疑问 就是说 为什么旁边人不制止 比如说你 比如说 可能就是比如说几个人 他们玩嗨了 就是忘了 或者忘情了 他就觉得应该这样 但是最可怕的就是 为什么没有人制止 你不要说制止 旁边人不邪从 就已经是良民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所以我由这个昏闹 我就由人推挤 我不知道陶老师 你有没有这个感受 这两年我行走江湖 我脑子里有个关键词 就叫被绑架 我现在发现 怎么就是太容易被绑架 你要顺选合作对象 他就是给你绑架 说实在的 过去我就发现 香港人也干不成什么事 但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比如说 香港人说你做这个 我不做 不做就不做了 就完了 你明白吗 但是你要在内地的很多地方 我就发现他不是 他是有一种 就是输打赢要 反正就是愿赌不服输 然后就是说 我要做的事情 必须要做到 你问他们不乐意是吧 不乐意咱给他做工作 今天给他弄 明天给他弄 包括我们公司都这样 其实我觉得 大家都是成年人 对吧 你说了 不做就OK 互相就反 为什么今天这个社会 老是强人所难 就是哎呀 非要让我们 就像我们过去 讲那句话 是吧 有条件要上 没有条件 创造条件 也要上 理解的要执行 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他为什么不能尊重 个人意愿呢 为什么呢 我怎么觉得 现在你包括你 商业上 你要谨慎的签合约 动不动就被绑架 就是说你要做 你不愿意做的事情 事先没说清楚 哎 你去什么场合 你要小心 不管是演出 还是开会 你发现 你就完全 你被逼 在那个气场下 要做你不愿意做的事 要说你违心的话 这处处就有 被绑架的危险 嗯 怎么办呢 因为这是一种 中国文化的 这个群体现象 对群体行为 本来这个事情 你觉得很违心 我不想做 这句话 我不想说出来 这个口号 我不愿意叫呀 对 哎 不知道怎么说 这个老舍 当年就说了 啊 一大帮人 啊 指着这个坏分子 说要打 老舍将 当年写这个小说 都是温柔敦厚的 写这个北平老百姓的 很和平的 他的后来 这个在这个自传里头 或者是回忆里头 我明明不想打 可是旁边千千万万人 都说这个是坏分子要打 嗯 不知道为什么 我一股血气往上冲 我也跟着喊打 哈哈哈哈 你看 哎 这是群众的威力 你知道吗 哎 女孩被绑架的 也也很有压力 对啊 就就像 我觉得有时候遇到 那种什么喝酒的场合 也会啊 人家就觉得 就像我们不想喝啊 然后他们就会说 啊不行 一定要喝啊 难得啊 什么看面子或什么之类 但我后来就觉得就是 我觉得有时候 你第一时间制止 还是有一点点作用的 就是不要就是不要 你只要不要一两次 也许刚开始会有点痛苦 但是之后 大家就知道 你是这样的人 他们也不会抢 不会 那是因为你太常被绑架了 要是跟利益有关 还是继续 有感触 我可以感受得到